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要來介紹的是第四題 第四題是我們智慧的題目 我們智慧的題目是這樣 他的精神是要你從文章寫後文 去了解該單字的意思 所以人家出自慧獨的解答 就是CAPULAR FROM CONTEXT 就是文章上下文 意思就是說你今天就算沒有看過這個單字 他先問這個單字 你就算這個單字過去沒有學過 應該講說你不管有學過沒有學過都是一樣 因為你要小心因為英文單字有時候學字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意思 那他是問你說在這個文章當中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從文章的上下文 前後左右 來去判斷說這個單字呢 在我們文章當中最接近我們選項當中 ABC出哪一個字的意思 好不好 最後我們看 題目是寫的 題目是會說 the word apathetic in terms of three is closing into what 有沒有來囉 這是我們看一下我們第三題 所以第三題可以看到是在我們第四題這邊 他那個Apathetic測試被返回起來 所以不管你本來有沒有學過這個單字 來囉 一樣從前後文 我們來看 因為我們的第三段對不對 第三段在介紹什麼叫做simple schizophrenia 所以剛剛我們在做essential information的題目的時候 你就看前面這三個文字 它到底說 simple schizophrenia 它最大特色是 begins at relatively early age 對吧 然後還有一個作品是 slow withdrawal from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which was a gradual progression to more severe symptoms over a few of the years 有沒有 所以它是慢慢出現出現 變得越來越重 而且是慢慢的同一個社會關係啊 跟家庭關係 然後去投影 好一看囉 所以他說呢 someone suffering from simple schizophrenia may early on simply be apathetic toward life 對生活怎麼樣 你很不知道說是那個apathetic 他說 maintain contract with reality of the time and may be out in the world relevant possible 來 所以對生活會怎麼樣 你看 因為你剛剛前面一句嘛 告訴你說 它對什麼 是慢慢從生活 慢慢從這個家庭關係 社會關係當中重臨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它對生活 一開始對生活 難道是充滿正面的陽光了嗎 還是比較負面的 你去想 不再點 應該是個正面還是負面的字 應該是負面對不對 好 好來 所以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選項 來喔 所以它會 如果一個人會 從家庭關係 社會關係 社會關係到抽離 對不對 來喔 我們的A2選項 sentimental 多仇善感的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的B illogical 很合物邏輯的 這玩意就是沒有關係 有沒有 C realistic 很合物是很實際的 有沒有 有沒有關係 來 我們的主馬emotionless 來 沒有 來 然後呢 然後呢 有一個什麼 this 變瘋 對 有emotion 變瘋 沒有 對不對 所以的話呢 就是因為它會 對社會關係啊 家庭關係啊 慢慢慢慢抽離 所以的話呢 一開始的時候 它就是 就是對生活 感覺什麼 就比較冷淡冷 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的epathetic的話呢 它呢 最接近的是我們的什麼 中 這個意思 emotionless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 就算你沒有學過epathetic 可是因為你從前後文的文藝來做一個判斷 你可以知道說 它對生活是什麼 沒有期待 所以這很冷卻 有沒有 epathetic 可以嗎 所以說我們的這個 智慧的話 understand the paper from the context 不管你這個單字有學過 沒學過 都有很好習慣 從文章的前後文 來去判斷該單字的意思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個epathetic 那個字呢 看到那個答案都在說 我們的emotionless 所以其實我們呢 平常有一些這個 自根自首的概念 其實是對我們的這個 有時候在判斷的時候呢 是可以很有幫助的 而且其實在IP當中 所以剛剛跟大家講說 emotions 是有emotions的 然後呢 現在emotions變了 沒有 沒有性感 所以其實我們在很多的這個 我們的文章方中 常會看到這一類東西 比如說啊 我們就會看到一些 自然科學的 內桌 內桌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文章 之後變成什麼 沒有書 有沒有 本來是有書 變成沒有書 沒有書的 那說到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epathetic 有沒有 剛剛講過了 這個epathetic 好 來 然後呢 轉問一下喔 那我們要請用一個人冷漠的 你還會怎麼形容它 有沒有要試試看 酷 是這樣嗎 那你覺得它會考科技嗎 你覺得它會這樣 這樣子考嗎 不會喔 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囉 我們來選另外一個單字 而且這個單字也是有時候都會跑到我們這個題目當中 因為呢 你沒有想到 來囉 好 來 這個字叫做什麼 Different Different 來囉 剛剛你看這字尾 我們先來看字首的觀念 來 所以的話呢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來喔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縫定的字首 好 來 所以這樣子解釋 本來是Different 然後現在這邊放一個冷定的字首 Indifferent 什麼意思 沒有分別 對 真的就是沒有分別啊 為什麼你要永遠說出來吧 好 沒有分別 好喔 快來 所以它除了到沒有分別之外 沒有差異之外 就問同學囉 它其實跟我們的冷漠也是有關係的 真的啊 真的嗎 它真的可以 它可以當冷漠嗎 是啊可以啊 比如說這個 我可以說 你今天晚上與我們去吃臉好不好 沒差 有沒有 那我們看電話好不好 沒差 有沒有 這也好冷漠 我不管講什麼 就說沒差 And different 所以它也是一個我們常常 不常用 但是考試的時候 有可能會看到的 我們很等於冷漠的意思 有沒有 可以嗎 你要再跟我說沒差 那不行喔 好不好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來看到 也是一個我們在 Reinception當中 很經典的一個 也是每一篇都會考的題目 叫做 Insertion 插入句 好來囉 所以呢 當你做到插入句的題目的時候呢 我們的螢幕的畫面會變這樣 我們來看 我們這個 這是我們的文章對不對 所以當我寫到 當我們做到插入句的時候 你的螢幕喔 突然就會出現四個黑方塊 畫一下喔 它會是四個十星的黑方塊 有沒有 會這樣子 一定就是會有四個 好 然後呢 我們題目在這邊 對不對 我們第五題這邊 然後呢它就寫了一個句子 然後它會問你說呢 你這個句子呢 要插入到文章 哪一個黑方塊當中啦 好 那我們這一個題目的話 擴答的方式啊 跟其他題目是有點不太一樣 這題的話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句子 應該插入這個地方 拿新的滑鼠 有沒有 滑鼠然後按左鍵 然後就點在上面 好 那這樣點下去之後呢 我的句子就會跑到我的腳當中 如果你改變主頁的時候 不對不對好 應該放在這個畫 然後呢 就再點一下 有沒有 那我們句子就會跑到這邊 所以呢 你再做插入句的話 第一步啊 你要把這個題目把它讀懂 好 你要把題目的這個句子的意思多 At this point 有沒有 pospitalization 來囉 來這個字有沒有 會想什麼 住院 有沒有 住院治療有沒有 所以呢 看的關鍵在這邊 在這個時候呢 at this point at what point 在什麼時候 pospitalization will most likely be deemed that's it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住院治療 就可能會被認為是必要的 在什麼時候 對 對 對 這同學你就要往前面去找 對不對 所以前面講出了某種狀況 然後把這三個東西做 住院治療 去的 好來看囉 我們就是來看一下我們文章 我們的第三段 對不對 我們今天的這個四個黑方塊畫 在這邊 我們的這個ABCD 這四個黑方塊 對 你絕對不會插在這個 我們的A這個方塊吧 這樣是很奇怪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A這邊前面手都沒有 前面上一段 對不對 所以的話呢 還沒有到這邊 而且呢 我們的第三段的話 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第一句的話 是我們這個段落的這個 一個主題 這個段落的主持句 所以不會插這個地方 那這句插在5B有可能嗎 不會吧 因為5B的話前面都只是在講說 這個病 他發病的這個 比較早啦 然後呢 他的一個 就是一個特色對不對 好來囉 所以我們看一下5B到5 就是我們看 所以A跟B弄不太遠 那C跟中了看一下 好來 所以我們看 所以我的5B後面 看到什麼 someone suffering from simple sex brainia may only simply be empathetic or aligned 對不對 被生活感到的過 maintain comfortable with 什麼樣的 會變我們的 從來當的時候 還是可以 可以跟這個 還是可以跟這個 還可以 還是可以跟現實保持個連結 and may be out in the world rather than hospitalized 有沒有 很好 你看到hospitalized 對不對 結果有人是不是剛剛做得太快 所以好心本的 然後馬上寫C 不行你這樣做太快 為什麼 所以他這邊在講說 剛開始的時候 是什麼 還是可以在外面的世界 而非 而非出院治療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如果差5C的話 你就動作太快 不是說看到字馬上就差不適 你要看前後 我們文藝的關係 你看下一個 over time 隨時時間 However the symptoms particularly thought an emotional disorders increasing severity 所以各式各樣症狀 是越來越嚴重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到今天 還跟你說 到這個時候 對不對 就是他前面 at this point 就是他前面講的這個 各式各樣症狀 越來越嚴重 到這個時候呢 住院治療 就會被認為是必要的 有沒有 所以的話呢 你剛剛如果選C的同學 你就選太快了 因為你以為看到這個字馬 又接不 不是放看字 要看文藝 可以嗎 好 所以其實插入句呢 他當然就是說 有一些百度的變化 但是你就找不到一個 基本的原則 就是你第一步 一定要先把 他給你的那個距離 先把他看懂 然後再去文 將後文 來去找出一個關係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 非常邏輯的東西 好嗎 好 好